记者谢武雄桃园报道 由桃园市政府客家事务局主办的 2018国际客家流行音乐节活动 自即日起开放各界报名 比赛除歌唱、唱作和唱等三大系列赛事 今年在歌唱赛中还增加乐团组 总奖金加码至240万元 主办单位今天举行记者会 邀请金曲奖最佳客裕歌手 客宇专辑奖得主二本猫乐团开唱 也欢迎各界好手踊跃报名参加 客家事务局长蒋协安说 明年国际客家流行音乐节比赛 将于明年三、四月展开比赛 四月下旬举办盛大的颁奖典礼 除安排得奖者登台演唱 还邀请海内外客家歌手 乐团知名艺人同台飙歌 详情请至2018国际客家流行音乐节官网查询 令歌唱及合唱大赛在1月15日前 创作大赛在2月9日前 报名者可抽香港来回机票等大奖 千三百位报名且完赛者加送客家文创好礼 蒋协安表示 2018国际客家流行音乐节将已不止起飞 更要看见未主题 邀请国外客家歌手或乐团来台交流 让客家音乐能跨越国际的繁迷 也让桃园成为客家音乐国际化的起点 透过音乐传递客家之美 绵延客家文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